太笨你常翻掉 說穿的是我的撒嬌 看起來太沉寒 是不想讓你煩惱 原諒我的不可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耿如 今天我帶了我的新專輯 Hashtag不可愛 來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七句女神孟耿如 演而又擇唱 出道超過十年的她 首度挑戰當歌手 唱片一推出就受到關注 慢慢懂的人們說的 總會走到最真的有忙 說不完的對話 世界有變化 我以往真的懂你比你走 我從來沒遇過 其中一首幸福力道 由未婚夫交歌作詞 在歌曲中甜蜜放閃 更找來男神劉以豪合作 不但幫忙唱Rap 還一起拍MV 這是講到嬌哥寫的 還裝 還裝 一定都裝 我覺得我一看到他寫完之後 我立刻就 就是很知道他就是在寫 這些詞是在對我說的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因為也不能請嬌哥來演MV 他規劃呢 他在我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意識到說 歌手不是這麼容易的 因為很多實力派的歌手 會唱歌的人太多 有人甚至會創作 我又不會創作 我以歌喉也比不過人家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早就不在我的規劃之內 但是這陣子 突然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想說好 不然來練習唱歌看看 我才發現其實唱歌的進步 是可以透過練習訓練出來的 然後我覺得既然 上天給了我這個機會 我就是希望可以盡自己的權力 把它做到最好 有機會就全力付出 孟耿茹充滿正向積極的態度 每天努力練習 終於完成一張唱片 連自己都感覺像在做夢 想到唱片的時候還想說 這個夢是不是夢得有點長 就照理講應該是要醒 這好像真的是 這真的是我的唱片 然後有點點不敢相信 又有點感動 其實孟耿茹可以說是 大器晚成的藝人 年僅十六歲就出道 但都只演小配角 直到二零一一年 演出我可能不會愛你 大人哥的妹妹意外爆紅 放心 老爸看到這螢幕 一定會很安心 我不是哭這個 有了知名度後 被電視台向重 在聖女保鏢中 首度擔綱女主角 可是女房間還是要留著 因為我會常常回來看你 開開心心的回來看你 演技被觀眾肯定 開啟了戲劇之路 接演多部戲都廣受好評 其中麻醉風暴2 更是備受討論 醫生 是今天什麼 熊森學長 關於醫療人物 我找了一個更有採訪價值的醫生 孟耿如在麻醉風暴2中 將熱血醫療線的記者 演得非常有層次 讓他以這齣戲 闖進了金鐘獎 金鐘獎戲劇節目 你主角獎 入圍的有孟耿如 麻醉風暴2 我算成長得滿滿的 不過今年算是非常的有收穫 然後得到金鐘獎的肯定 我也是很感謝評審 然後也很感謝我有這樣的機會 今年收穫多 不只被金鐘認證 還成功發行唱片 到直播節目宣傳 也都爭唱沒有對嘴 讓大家聽見他的實力 孟耿如雖然比較晚紅 但對自己要求嚴格 凡事都要做到最好 完美主意讓他邁向成功 從當年的小配角 變成現在影歌是三七的 全方位女神 三選主義您方 小許之雄 台北報導 讓我留意到小配角 每一個 都爭取得好 一邊 還有一邊 一邊 感谢观看